今天是情人节 你有没有收到节日礼物呢 巧克力玫瑰花 还是一顿烛光晚餐 今天我们来接收一朵 来自外太空的情人节礼物 玫瑰星云 在浩瀚无垠的宇宙当中 盛开着一朵直径 有130光年的巨大玫瑰 火红的玫瑰 娇艳玉滴 花瓣上还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这是来自宇宙级的浪漫 玫瑰星云位于麒麟座 距离地球大约有5200光年 星云质量约为太阳的1万倍 玫瑰星云包括5个NGC天体 其中疏散星团NGC2244 与玫瑰星云的关系最为密切 大约400万年前 玫瑰星云的云气中 就形成了很多年轻的大质量恒星 这些年轻的恒星处 就是早期的NGC2244了 我们都知道 太阳不断向外运动的物质流 会形成太阳风 与太阳的演化过程类似 NGC2244中的恒星处 也会释放出大量的紫外线 并形成恒星风 不断侵蚀着星体附近的气体和灰尘 最终NGC2244 便在玫瑰星云中心位置 吹出了一个大洞 形成了玫瑰星云的花蕊了 星云的花瓣 则像是一个巨大的摇篮 孕育着许许多多的年轻的恒星 花瓣上的点点星光 就是恒星散发出来的光芒了 玫瑰星云除了外形 像玫瑰颜色 也和盛开的红玫瑰一样 娇艳于地 玫瑰星云是一个巨大的电离青区 包含大量的电离青 氢圆子有一条强烈可见的红色发色谱线 这便使整个星云的颜色 呈现出了玫瑰红了 我们可以借助天文望远镜 观测到宇宙中这朵璀璨的玫瑰 不过你眼前的这土玫瑰 它可是5200年前的样子 因为5200光年外的星云 发射出来的光芒 是需要经过5200年 才能来到我们地球的嘛 哎呀 想象一下 在2月14日这天 当你通过天文望远镜进入时空隧道 欣赏着眼前这朵穿越时空的玫瑰时 诶 这是不是才是一个相当浪漫的事情呢